今生講出網絡電台和傳統電台之間的分別和特色 以下是台上台下交流的環節 歡迎各位觀眾表達自己的意見提出疑問 多謝各位嘉賓剛才這麼精彩的分享 很多人都會覺得 搞網絡是不是很高技術性的東西 是不是多了一些技術人才 都會教人窄一點 但我想今天這個講座之後 大家都會覺得 原來很多搞網絡的朋友 都有些市場平易人才 可能他們銷售方面 比他們本身的老闆學人技術更加出色 不如現在就是台上台下交流的環節 不如有請今天這麼多的嘉賓坐在台前面 有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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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大家有些人,你只要去找工作。 現在是一個人,你只要去找工作。 我只是要去找工作。 我不是在用嗎? 我不是在用我,我想說,我們在用我, 大家都是青年人 大家隨意一點就可以 開始今天這個台上台下交流環節之前 有些人想多謝 因為我過去經常搞很多不同類型的論壇 然後每次都漏了多謝一些人 因為搞一個論壇不是只一個搞到很多人支持 首先想介紹一下這張海報 我的宣傳主要是透過海報來帶個訊息給別人 我想介紹這張海報是在後面的Neo設計 不如Neo起床 謝謝Neo 然後還有另一位 搞一個論壇也不是一個搞到的 我有一位助手幫忙 就是Ten Cary 今天有一位主持 十分出色就是Jazz 有兩位Hoters 一位就是Helphie 兩位Isaac 幫忙拍照 還有阿杰 阿杰 出了去 好了 這些客戶的事就說完了 開放台上台下 有些什麼問題想討論 或者一些經驗 意見 想交流的 可以隨便這樣說 會不會有哪位朋友想 後面 告訴你們 阿杰 阿杰 以後 你怎麼去宣傳 阿杰 以後 這個網站 可能因為 你們無線 可能 夠不夠聲 爆送 還是出來出來 這裏 我不用問 阿杰 以後 宣傳 因為一開始 我們是用視頻 人的答人 或者用Facebook,用Blog,Blogger,和沖泉 直到現時這一刻,我們平均牽著每個星期都有十五、六萬個download 其實做一班網絡電台,別人進來,最重要是我們有contact,留到別人 如果留不到別人的話,你會看到網絡很多人進去 很多人進去,一些不同的S&P,但它們留在我們的網上,是那麼久而離開的 接下來我們的方向會跟一些不同的平台,或者一些大型的平台 或者一些電視、電台那些,可以做合作 因為如果我們的底部實在不好的話,根本不能合作 起碼每天都要六七個節目,起碼遲回一個台 所以才可以跟它們有一些其他合作 主要是留著一些… 沒錯,因為我沒有這樣的download 或者我沒有這樣的下載錄,或者沒有這樣的日期 根本是其他很傳統的電視台電台,他們不會來問的 會不會還有其他嘉賓可以分享一下怎樣吸引更多的觀眾 或者聽眾呢? 會不會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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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先說一說 這張海報非常之不好意思 漏了趙善軒博士的名字 不好意思 其實做網台節目有一個最困難的地方 就是其實很多時候那些聽眾你是沒有辦法了解到他們 究竟需要來改變些什麼 因為其實我們是經常要改變我們的節目模式 我覺得其中最實際一樣的 就是網台主持要上一個forum 要主動去做一些交流 長期我都會收到一些私訊 都會跟他們聊天 還有一些forum裡面都要回覆 我想這個是很實際的 就是要是人與人之間的關係要建立出來 而不是很抽象、很虛弱 那這個就是我的感覺 當然一些版主都會回覆 對 還有我自己做版主 就是我近來的forum 都比較多的題目去吵架 那就是自己做版主 就是要比較寬容地 就是我自己都會留言的 我自己留言都會有很多人罵 而且罵很多都是髒話來的 你要寬容地去包容別人的意見 這個都很重要 還有就是要不停地嘗試新的東西 就是剛才聽完幾多朋友說free的 前幾個月都有人找過 有沒有興趣去做free的補習 我馬上聽完就說 如果free的補習都可以 那麼free的梁振英都可以 但是要開放open用micro去試多些新的東西 我想網台的特色就是可以不必試新的東西 所以這個也是我們做主持 應該要保持著這個心態 普通一點 因為很多主持 沒有說過事這麼好的 很多主持 因為他一拿到麥克風 他就會當自己真是主持 那怎樣呢 他就當自己真是電台主持 他不是網台主持 電台主持 所以他的距離又會跟網友拉遠了 一拉遠了的話 因為我是主持 我不一定要見你 我不一定要回覆你 因為我是主持 然後我也經常跟我主持 聊天聊這件事 這件事一定要抓得好緊 不可以忘記 如果不然 為不了一群聽眾 為不了一群粉絲 那變成沒有意思 就自己做個節目 都是你之前有些主持人不回覆的 是呀 現在也有很多 沒有打我屁股 會這樣 今天其實有很多行家在這裡 我看到會不會除了提問之外 有些經驗上的交流 又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這樣呢 如果有些行家還沒有意見 其他朋友有問題 都可以隨便問 咦 我想要有一個麻煩 請大家 公開 discussion 才能回答得到 就是 755代 我們就看見 似乎我們的成長 我想自然在所也很多 就是 到現在的成長 在網絡 和沛淚之間的成長 包括有網桌 或者有這些 我想去看的 不過我想請大家 我都不想這樣說 那個情況 那個情況 是完全跟遍遍 我有很多大關係 作為一個媒體人 去制作一些内容 大家怎樣看自己的製作的內容 無論是網站也好 內容也好 怎樣在當中 怎樣影響到年青人的成長呢 以前可能是幾單人認識的 電視台製作什麼節目我們就看了 但現在就比較互動很多 觀眾也是有差的 要看當中 我想帶出那個念 如果作為製作的網站 網站的製作者 或者經驗者 如果他帶出一些Message 有些不同的人的想法 可能也挺有的 大家會有些看法 或者覺得那些網站也是有些使命感 那你怎樣看呢 中國的說話叫民意在道 即是覺得我們寫文章 文案 都是推廣正面 真是美的價值 那網絡媒體有沒有這樣的使命感呢 還是不需要這樣的呢 想聽一下 使命感 會… 先爆炸 然後再請阿堅 再說一會 使命感 你這麼多人看 你拍些影片 使命感 你這樣說 我立刻想到一些 我覺得其實是有的 要有的 因為我本身是一個人很正面 亦是想一些很樂觀的 所以我是… 就算你看到一些不開心的事 或者不滿意的事 我不會直接罵 我會嘗試用你這個角度 你罵完之後 那我有一些很好的啟發 或者很好的反思的事 我有時會想這樣 其實但我又不想 好像說紀錄片 說出來 我想這樣… 因為人家未必有 要知道你的想法 但如果你娛樂的方法 去講這個故事 可能容易一點 好像平行世界 即我現在拍過 用Siri iPhone 拍攝後來 就發覺 被電話反過來 那我就覺得 會不會科技 人類太過依賴科技呢 那你就這樣討論這個話題 未必有結論 我自己也沒有結論 因為大家都真的討論 但與其這樣 不如把這個 我想想想的事 變成一個故事 讓大家可以想多些事 總好過就是 我自己 總好過就是 因為我不是什麼教授 所以我講不到什麼大道理 所以只能夠 用一個娛樂的方法 讓大家知道 原來是這樣 那大家就開始沒有想想的事 劉聰是不是有意見 沒有 沒有 不是的 但 我們這條題比較特別 因為 我編輯是自主的 如果他講一些 譬如說真的錯誤的事 我會跟他聽 但基本上 他自己的節目 他自己走 我們挑選主詞 就要很必要 如果不是 因為我每次都困住他 那就不好聽 我自己本身 我自己有一個節目 叫做七十二行之外 只是介紹不同的行業 因為我現在見現時的年輕人 因為我是很慘的出身 這麼多年三十幾年 都很可憐地出來 但我見到真的很可憐 因為想起也想哭 即是剛才你說沒有洗澡 其實我在兩個禮拜前 我都是整個禮拜 沒有洗澡 大家從來 不如假男朋友去想一下 對 有選擇媒體製作 不是 不是 因為我要不斷地去經歷人生 經歷人生 然後 經歷人生後 我才可以在節目裡分享出來 即是故意的 不是故意的 不是故意的 我這個節目 可以介紹不同的行業 我記得 我請了一個僱傭兵 他做了四個小時的節目 但他現在死了 他的工作 就是他收一千萬元 去幫忙去殺人 合法地去殺人 這些經歷 基本上你很難找到 是的 那他為什麼要回香港呢 因為他二十四個隊友 在伊達克炸死了 剩下三個 他拿了那些絲絲骨骨 回來香港撞 這是很慘的一件事 是的 不斷地遲到 那我就跟他說兒子 那你這樣也不行 我以為你這份工作很自由的 我沒有交給你 這些情況 其實我想用一個節目 去帶給現在的八九十後 跟他說其實 你看看不同的行業 那些人是怎樣的 以前八九十年代 或者七八十年代 我們香港人 舊香港的一批 是怎樣硬出來的 是的 你經常怨懷 做不到工作 你有沒有想過 為什麼找不到工作呢 是的 你經常怨窮 窮也是一個原因的 怎樣得窮呢 因為我問過很多小朋友 我出份量一萬元 我又要唱卡 我又要打機 類似這些 我跟他們說 爆衝是沒有打過機 這些事情 你要打機 你喜歡打機 你就想方法去 讓打機賺錢 寫單一遊戲出來 是的 就是這樣 好像我自己喜歡 我到處走 所以在電台 不自己開電台 你不夠跟兩的 就是學習 你哪怕五年 十年 二十年 慢慢學習一步 有目標 現在香港很多小朋友 都沒有這個意見 雖然我都是八十校 但可能我留意 如果單一個節目 我會有這樣的概念 其他節目主持 我都會留意影響他們 他們可以證明 有沒有其他補充其他嘉賓 Kevin 其實我相信 在座那麼多位都是 其實做一個媒體 說真的 錢難民的 又辛苦 始終一定是有些事免感 大家有些事想做 而香港相對 有很多傳統媒體 有很多框化的 我覺得 當然他們有他們的定位 但始終網絡上 現在空間大了很多 我們自己去做的時候 我們有一個 講兩性關係的節目 還有一集 例如我們講開放 如果你要很道德性批判 或者你 不知是否宗教 有那樣東西的時候 其實你已經可以 不用講我們 如果我們將那樣東西 撇除了的時候 我們就會去想 那就講開放 第一 大家要接受這件事 要做是很正常的 誰人沒有父母 他們不做你 都沒有你 這是合理的 第一 你不要覺得那樣東西是錯的 如果那樣東西不是錯 那問題就來了 香港地方不小 很多 你搬不到 你又搬不到 你又搬不到出去住 那當然是和你媽媽住 那你和你媽媽住 住幾百呎 一家有四口 那住到這麼大的時候 你想我 全家都在這裡的時候 在房間裡 或者我自己出去 付少許錢 去處理這個問題 這個其實是一個很現實的 一個很現實的 環境因素問題 那這樣東西 值得是探討 我們又不會去判斷 那樣東西 究竟是否真的對 還是不對 我都這樣說 但現實環境是這樣 那你便要接受 那樣東西其實是這樣 是的 我們剛剛最近 又開始做一些 跟Gay and Lesbian 一些節目 我們又去想 不要說那樣東西 對 大家先了解 而中間的了解 其實有很多很有趣的事情 最簡單 我們現在有對Gay的結婚 剛剛一年前 在加拿大跌了睡 剛剛結婚一周年 有些問題 大家可能沒想過 大家都想到 兩個男人 一定是 怎麼都要有一個老公 一個老婆 但好了 是不是一定是 老公上老婆 我可以調回 老婆上老公 因為physical 現在可以 但是 是否會這樣 這是很有趣的問題 其實大家以一個 求知慾的角度 你要學多些事情 了解這個世界 發生什麼事的角度 你看的時候 就變了 應該會學到的 現在網台 有沒有跟同性戀 有關的節目 兩性就很多 坦白說 同性都很多 有 有 可以補充一下 剛才嘉賓也說 那些主題 需要民意再度 我剛才開放的問題 我又講通識節目 這些我是通識的探圖 在去年12月 20日 博星爹 有一位情侶 在維多利亞公園裡 就地解決 我從通識就馬上講到 這些 擺明是地產霸權 地產霸權壓迫成的結果 因為當日 所有香港的酒店 基本上都敷了 很多時間 自由行 就逼去時鐘酒店 結果他們沒有辦法 去時鐘酒店解決 而要在維多利亞公園解決 其實很多題目 都可以探討 但是從什麼角度 我承認網台 因為很監管 很多人真的可以走過界 很過火 其實這裡是大學 說一些大學 社會學家 一個很出名 叫喪內達 他講過一件事 就是這個時代 網絡的時代 以前我們不需要吃完什麼 去告訴人 現在所謂一邊吃東西 就不是吃東西 先拍照 先拍照 其實是自戀 而做網台節目 也是自戀 每個人都很想 很多聽眾 每個人都很想 自己受到人注意 所以必然會出現 很多過火的事情 所以第一要自戀 第二要有網台的負責人 跟那些嘉賓和主持的溝通 否則可以是很災難性的人 有些小朋友聽完之後 他們的價值觀從此就會影響 所以我自己做了一些小眾的節目 我上個星期才講完 阿里斯多德和蘇格拉底 所以網絡上 你要容許有很多不同人的存在 但一定要有底線 而這個底線 我相信最實際的就是 由聽眾自己去制衡他們 這些都是最實際的 所以我的看法就這麼簡單 教授有否有第三個議員 香港的媒體市場 不是太了解了 就是網絡來認識媒體的社會功能 它主要是有這幾個功能 一個是教育 Educate 第二個是surveillance 它在很大程度上 對觀眾提供這個娛樂 那麼我現在聽下來 我就有一幾個問題 一個呢 你們這些媒體內容的提供者 你們對你們的聽眾 或者觀眾有多少了解 你知道不知道是誰在聽 或者有多少人在聽 然後這個觀眾和聽眾的組成部分是怎樣的 這個是我的一個問題 另外一個問題 就是剛才講的大家的思考 對媒體的這個責任感 社會功能的思考 在你們自己做節目的時候 這個叫self-regulation 就是自我調整 自我控制的這個程度 到底有多大 因為現在在很多程度上是考慮市場 你要去把這個通過這個市場運作 這個成本收回來 要能夠賺錢 要實現利潤 那麼這個矛盾到底怎麼解決 一個是你面向社會 面向那麼多的人 他既要提供娛樂 但是呢又會有一定的這個框框 在幫助你們 雖然你們現在有很大的自由 你時間上有自由 你節目是自己訂的 那麼和這個社會的這個 對媒體的期待 和你們自己的這個 對內容的這個self-regulation 這個裡面到底是怎麼掌控的 其實是我的問題 我想請各位太太長的回答 會不會有哪位朋友 他已經有 不如你之前講 你怎麼知道那些聽眾的 知道他們是甚麼人 好,也是你告訴我 我反而有問題想請教教授 教授,我想請問你一個問題 就是媒體有資料傳播的功能 我們做媒體的時候要不要去考慮道德方面的問題 是不是肯定要去考慮道德? 傳統的媒體,就是報紙或者電視,他們都有這個 叫professional ethics 雖然有的不一定是成文 但是大家都非常自覺,非常規則地遵守這些professional ethics 現在就是在網絡這個範圍裡面 因為每個人,剛才報中先生說,每個人都會製作這個節目 那麼他的聽眾也是沒有限制 那麼這個問題怎麼解決呢? 其實是我們大家都是需要考慮的一個問題 那麼他可以作為一個問題提出來 包括我們媒體的製作台 包括我們自己在和學生討論這些問題的時候 把這些問題都要放在這個講台上來去面對 所以傳統的媒體之所以在很多方面呢 他會在社會上依然起比較重要的作用 因為第一個他的creditability 他是在遵守某種規則 在製作自由的地方在傳播這種信息 所以呢,說普通的傳統的媒體 那現在新媒體它的差異到底在什麼地方呢? 這方面可能是很大的差異 我們會不會有許多回應 就是剛才 micros員ை提出問題 incorporates encouragement Finson會不會回應 因為她說過什麼? 謝謝 只是不是 如果我有幾句話去發呢 Sher一先生ín Hz add to the language 我尤其對這個問題有興趣 其實我自己人と思在一看 我首先要說是 我是不是 自己 horm goal 輝汰你們 ME I have a normal base 第一就是 現在在台上就 真的我不感覺得你是完全被人回答 beginner 其實你們兩位是電視一隊 為什麼呢 因為你是研究者 剛好呢 包中呢 是一個新媒體的很完整的 包括平臺供應上 內容提供上 他也要了解那個市民對他的電台到底哪方面回應 做出一定的節目量來宣傳 其實比如說我跟阿俊 他那個就是平臺供應上 我們雖然有注意一點的內容 但是也不是很全面的能夠掌控 我們暫時還不算一個很完整的一個媒體 那法律界啦 就是解決法律 法權利方面的專家啦 但是他也不是媒體的操作 操控者 學者啦 他能夠提供一些滿好的內容 鼓起啊 高畫面的東西 但是他也不是一個平臺最重的決策人 還有呢 那個阿堅呢 阿堅是一個基礎人 他還有一個努力的短片啊 還有一些導演 他就幫我轉家 他是內容提供者 所以我感覺包中可以跟你 往後啊 找個時間 他可以把他的電台裡面的比較 就是完整的數據 拿出來給你研究一下 第一個問題就是這樣 另外一個問題呢 就是關於 例如烏雲三 到底怎麼樣把那些例子 好好監控 自我的閱書 因為他這個新媒體也沒有在一個 叫什麼呢 那個 影視法律裡面 是有一個很嚴酷的 當然 綠世界的專家可以給我們的意見 不過呢 我感覺到他也可以 所以說 到底他有沒有去創作 在創作疫情裡面有沒有有很多投訴 還有 影視處有沒有感覺到別人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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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然我這樣說吧 剛才都問了 第一 我們比傳統的電視啊 或者傳統的電台啊 那邊 更有數據 因為我們是 人家 上了我們聽一次 我們是有數據 知道的 所以 那個下載量啊 那個人數 我們是比較清楚一點的 這比正常的電視 或者電台會好一點 但是還長不到話 告訴我們 那第二樣呢 我們會不停的 每個節目不停都會搞一些活動 是直接網友跟主持人一起進來的 就一起出來 一起見面 吃飯 或者搞一點什麼活動 自然呢 每一個節目我都經常 我都想會搞這樣的活動 如果搞這樣的活動的話 我們就知道大概聽眾群是哪裡 是什麼人 男女啊 多少歲啊 大概他的消費是多少 這些數據我們 是很重要的 這是電台跟電視 就是我們網上電台跟電視台 跟電台的分別 那第二樣呢 比如我 我說我 我自己的電台吧 看頭每個跟我談的主持人 我都跟他說 我這個電台不談政治的 我要政治獨立 我不談政治的 第二 我不談成人 成人話題的 但是你突然 有一集我請的一個同性戀 或者舔情的一個 可能一女上來 可以 一兩集 但是我不可能有一個節目 全個節目都是這個類型的 我一找我跟主持人談節目的時候 我都跟他說好 這是我的底線 就是這樣 我直接這兩個要求 我跟他們說 當然每一個電台 每一個電台 都有每一個電台 它自己的底線在那裡 可能有一些電台說 我專談這個成人的 什麼同性戀 什麼都談的 都可以 因為現在法律上 可能還沒有限制到這個 自然的問題 其實網上面很簡單 香港不可以 我就去別的地方住一個服務器 就可以了 完全解決到了 所以網上面這樣的問題 我也有想過 其實是挺恐怖的 挺自由又挺恐怖的 但是呢 網上電台 有一個要好說的 你要自己按進來 自己找 自己聽 因為我們平常那些電台是公開的 所以它限制會多一點 我們這些不是公開的 大概就是這樣 通過你們手機的電台的搜索 因為我用了Tune 唸了那個天主 你們這些電台 可以在這裡找得到嗎 要登記就可以找到嗎 有東西 很簡單 我也在考慮 要不要登記上去 接下來我想問法律的問題 其實法律就影響你生活方方面連 但現在在網絡這個層面 很明顯法律是相對寬鬆的 就是對這方面的監管是特別少的 我想現在我們也知道 有一個所謂版權條例的修訂 我們叫做網絡23條 就在這裡審問不知道過不過得到 我想請教曾博士 就是在這個版權擁有者的利益 還有創網絡創意 甚至乎在這個道德方面 應該怎樣可以在法律的層面 取一個平衡呢 想請教曾博士 謝謝 其實法律這類的法律 其實是底線的操作 就是說現在 我們要求要低的 因為樣子都是最低的要求 不說謊是好人的 不偷東西就對了 如果你去到下面 用最底線的操作 那社會就很不幸 因為我們現在說的應該是一些上層建築的東西 即是謬度不謬食 即是以度為上 法是為之下 所以我們不能下 說法來不管我 我就什麼都可以了 如果這樣的話 其實法律就是無所作為 即是人是有要求 我們覺得這樣 因為在自然競爭的狀態之下 那些走偏風 喊三喊四 亂來的東西 它會存在於一時 但是根據個案經驗 它都不會存在於名言 因為大眾會秉氣它 就算你說很善於去聽這些人 其實它如果 例如色情 剛才做過的調查 它每天聽到厭 你一個人 怎麼可以二十四少少色情 就是摸一副目的 即是說 為何它都會秉氣你 即是說 你是自己自核墳墓 所以你取悅人是沒有問題的 每個人都可以成為三分中英雄 但問題是 你三分中英雄之後 你是什麼呢 即是其實你作為一個人來講 你搞不搞媒體 我覺得這個 我不是很擔心 但是你說 如果下出道法律 你不要說它可不可以實行 剛才我講的可不可以實行 但如果你一出道 最底線操作 其實大家都明白這樣就好沒有人 不是社會的現象 不是常態 我想你有小朋友 你也不會這樣教他 你不要偷東西 你沒有什麼 這是最低要求 你應該是從另一個方向去引導 他們出一個更高的追求 才是我們作為人類 所謂高級的知性動物的一個方向 各位嘉賓 會不會有其他回應在這方面 即是在法律、道德、創意中間的平衡 即是在中間的平衡 好像很敏感 很容易答錯的話 會不會有些事情想回應呢 如果沒有我就… 好 聽到各位嘉賓 我覺得是 香港的自由可愛之處 我們有這樣的自由 給我們 即是社會 給了我們 賦予了一個自由 會體上 沒有很嚴謹的一個法律 去批評 但聽到爆衝 各位嘉賓 其實他們自己是自然的 自然的市場去批評 自然的市場去批評 即是 即是 要你搞一些沒有出位的 自然的市場去批評 可能就不需要有一些 什麼立法去批評 可能更差 立法了就更大問題 我想如果大家在市場上 大家在市場上接受到很多情況 但是過份作為的 我們要去批評 大家在這個自由可愛之處 大家在身邊 大家要珍惜他們 大家要珍惜他們 有些事情 好 好 謝謝Peter 有什麼行家想回應 不要說行家 我是今晚電台的 臨時開台的 同時是摩克聯盟的其中一位 剛才我今天見到一個 講座的名稱 探討本港民間網絡媒體的霸展現 重要挑戰 民間網絡媒體一定跟一些大媒體 即是說一些武線 或者那類的商店 一定有在那邊 再加分 都是一些小的企業 一些負責人 甚至是一些個人身份 去做這些網絡主持 剛才曾教授 有些說得對 就是我們好像從法律的邊緣走 例如說 我們做一些粗口的字幕 做一些小眾的字幕 看到一些在法律上 可能是一些查的 不過問題就是 現實上是否可以 真的百分之一百可以做到呢 又不是 因為香港有很多的一些案例 一些案例 例如說 獨立媒體跟香港的一家大報 因為有個網友去上載 那間大報的評論 結果被那間大報就 被迫 對於一個小型的媒體來說 因為 一例 很多搞小型媒體的重業員 又少 一部分不是全職的 也都沒有收入的 有些是興趣去做的 還有他們本身的營運資金 都不是很夠的 所以他們都很難 跟一些大的媒體 當有問題的時候 去抗衡 結果往往涉底 都是一些小型媒體 或者民間媒體 即使我不管是否 以賺錢為迫都好 小媒體的位置 一定是遠遠是涉底的 這是一個很困難的地方 就好像平民和有錢佬打官司 是的 結果一樣的是 正如剛才爆衝所想的 就是所說過 有些網台好像 越做越正經 其實他們都害怕他們 變成說 他們不敢做一些 踩界的題材 於是 就可以越縮頭 就不敢做一些 比較尖銳一些 向前一些 的話題 甚至粗口的成分 另一方面 另一個很大的困境 就是 香港上面有一個祖國 內地 大家都知道 中國內地的監管 很嚴格 即使香港出家 如果內地不喜歡的話 都會在莫波場空所 變成就是 就算民間媒體 尤其是想賺錢的民間媒體 想試一些東西 想踩鏡也好 永遠是不敢踩一些 例如政治上底線 這一方面 雖然香港很自由 但實際上 有一個無形的 無形的 香港前最受歡迎的 都是一些政治上經常踩界 甚至乎擺在民衝 那些就是被大陸說的 那些就是 結果 很多廣告商 就不敢下廣告 即使那些 網路很受歡迎 都不敢下廣告 變了 就是 想賺錢的 就要 想自我去 監管 自我審產的 情況出現 但你如果 想放一些 要犧牲一下 變成 因為 言論出位 言論出位 不是說粗話 不是說 對得上的問題 是說一些 言論可能大陸不接受不到的 可能 被大陸封了 少了一些 內地的聽眾 變成 賺錢的 收入來源 都會少了 甚至商界都會問 你的頻道 上不上到 如果上不到 就不要 不要和人合作 結果有這樣的問題出現 所以 是一個 兩難的現象 所以 始終 民間 網絡媒體的發展 我會覺得 政府是開始 一路地收集 不論是版權條例也好 任審條例也好 各樣的 都不斷地收集我們的空間 所以 我們已經承受了很巨大壓力 我們希望 搞民間媒體的人 我不管是 賺錢盟服也好 不是為了 興趣也好 都要堅守自己 香港現有的自由 謝謝老師 會不會有些想回應 還是怎樣 下面 我很感動 其實如果你問我們 或者我自己也有 或者其他人也會怕 一些叫做 微電影 或者是 我自己盡量 不會想這件事 就是我自己做創作的 我覺得香港人應該 很珍惜現在我們 還做到的事情 我不知道將來怎樣 但是這一刻 我不會想 什麼規限 到別人 我都讀好一個故事了 別人跟我講 我才再跟他爭 這個環節 就不要自我審查 不要自己猜別人喜歡 不要自己猜 不知道誰是否喜歡 最重要的是 觀眾喜歡不喜歡 這個才是最重要的 如果觀眾 我沒有想過 因為民間 還是大致時代的分別 就說 題材上怎樣變不變風 因為我始終都是想 大多數人看得明白的事情 我不是想做王家衛 我是想做 比黃禎好一點點的 比黃禎更好一點 對 以前的黃禎 所以我希望大部份 都會看得明白 和大部份 都會欣賞 我們的娛樂性 或者裏面的知從性 為主導 所以就很贊成你 多謝美娜 是否Kelvin有些會言 我非常好 就是有些很有心的創作人 可以不斷 為了自己想做的事情 要努力 例如我們說 我們自己作為一個平台的時候 我們一定會有一定的情話審查 我記得有一次 和一些主持人在拍攝 的時候 就想 有些什麼想法 可以爆一些想法 來聽聽 怎麼可以make noise 然後他問 Kelvin 你想做什麼 他說 最好要make noise 越多人知道越好 他問 什麼都可以 先去看 他就想到 我立刻脫衣服 脫了手衣服 走到街上 死著Marchi TV4的字 就是這樣 拿幾個鐘 另一個是C 肯定A1 但這個 真的 可能是這樣的 但問題是 你會不會去做這件事 肯定全世界都知道Marchi TV 但那件事 是否你們會去做呢 就是我們會去做呢 這可能是一個很極端的例子 但問題是 為何我們準備自己做得淡笑呢 就是因為 其實你知道自己會做的 所以每一個人 本身 尤其是做得媒體的 可能你自己一定有自己的想法 你也有一定的知識水平 去判斷哪些事情應該做 哪些人應該做 甚至乎 你去特地做某些事情的時候 其實你背後有理由 哪怕一些很錯維的事情 只要那件事不是 改了某一個很底的理由 所謂的事情 那 我們應該慶祝自己 香港有理由的好感 那 鮑聰 其實我大概是剛才 我想說回幾件事 第一件事 我初頭都想錯了 這麼多年來 我走到路 我初頭以為 Radio 不講政治 就可以上到大陸 就可以收到廣告 走錯了 原來 因為原來 祖國 你講不講政治都好 都是封你的 為什麼 因為控制不了你 你今天不講政治 今天講不講呢 這個是這樣的 我講一個故事給你聽 就是 我也是唐家 我們曾經大陸上到的 我們被大陸封鎖了之後 因為有很多的 講生活文化的事情 我們就嘗試想討斗 開頭都OK 照封鎖 後期呢 上十個就生六七個 首先那些什麼 死亡筆記 第一天在 不知道為什麼 第十個月都不見了 他會通知你說 因為迷犯 等等等等 所以 所以 所以我們 所以我們困難就是 我們想 一些的 網路的一件事 很容易一些 網友去參與 不需要受到一些 專業的訓練去參與 正正人這件事 順著怕 變成控制不了 所以 後來我改變了政策 我放在大陸市場 雖然十三億十四億很吸引一個數字 但是因為我要拿大陸市場 而我限制了很多東西 又要怕這些又要怕那些 我不如放在大陸市場 我是香港的 我是香港的 OK 如果我在大陸開一個網台的 我跟你的規矩 沒有問題 你要做什麼 我跟你做什麼 但是我在香港的 我就跟回香港 我不要大陸的騙眾了 好了 那大陸騙眾 你要翻牆也好 你有這種方法找到我們的 你本事 對 唯有這樣做 那 第二個問題 可能比較敏感一點 因為我是從業 我會了解一些 其實原來不是說 不罵政府 或者不罵上面 就是為了錢 其實不是 越罵得多 越多錢 現在的真實情況都是這樣 現在是 原本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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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這樣 你說完 我不說 我不可以說 會不會後面那裡好像 有朋友 前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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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位 我討論 與其說 大陸十三個觀眾 這個數字很吸引 不如想想想 想找來的那些觀眾 是怎樣的品質質量 才是更加重要的 如果 譬如說 你找一個 譬如說 有一點點 叫做 誇張一點 你與其找十三億個 C line 來幫你擦場 你不如找十三個字 來幫你擦場 更加實際 對嗎 其實好像 電影 以前 前幾年 很多人都想拍一些 上到去 賣到 回到去的電影 但是那些質量 因為又要經過 他們要審批 改剪到 電七八糟 改到爛了 沒有 沒有中我們 講三個字的特色 現在很多導演就說 算了我放棄你的市場 我做回我的特色的事 你看到你本事 你看到書 現在會變成這樣 其他台我不敢代表 即是說我會變成這樣 即是選擇你是終於崛起 還是說想 所謂為武鬥的位置 不是 走過一條路 就算我截了腰 他也不理我 所以唯有終於崛起 即是口結這件事 即是原來 除非我要完全相信 我要緊去 即是我沒有了公關 是沒有辦法 還有沒有其他嘉賓上會 或者上面有沒有其他問題 想交流 我又想問兩條問題 即是我自己在三個網台 現在可能第四個就主持了一些節目 其實我一直都有關心兩件事 第一 就是節目怎樣多些人看 第二 就是台怎麼賺到錢 就是想請教 尤其是很多時候IT那些 就算今時今日Facebook 或者Google這些 都還在找到他的 business model 還在找到他的營利模式 那一場爆充就提到 就是不是打算靠廣告 而是靠其他方面去賺錢 那我就想看看 其他嘉賓這方面 會不會有什麼補充呢 即是我搞一個網台出來 怎樣可以 就算沒有說賺錢 至少收支平衡 至少都可以怎樣做呢 無論成功的失敗經驗都要加努效 Cerman 分享一點點 第一 例如我剛才說 我們在北京的做法 其實就是那個內容和我們希望 可以call for action 就是令到個人聽完 或者看完那個節目的內容之後 他是有些事情會想做 而是甚至乎因為技術 現在有互聯網 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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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設計上也很方便 就是我自己都是 我以前從來不想買東西的 即是現在很不小心地 register了FID 就按一按 又99 按一按 就是兩個按鍵而已 就是按 接著OK 這樣就可以了 變成一個設計上的東西 令到觀眾 或者這個users的消費模式 其實有點不同 只是你怎樣可以用這些模式 attract到它 令到它在那裏消費 那這個是另一個原因 第二樣就是說 這就是我們自己 甚至是有自己品牌的 一個平台的立場 其實我又覺得 我們和其他的媒體 就不是comparative 而反而是一個合作模式 反而反而 反而我們接下來 會和一些國際性的內容 即是和電台和電視台 我們會有合作 就是我去做一個 content 的時候 其實最重要的是 我面對著 Advertiser Advertiser 為什麼會下落來呢 就是反而我 YGTV新的 他有條件的點擊 就是像是 他把衝動 十幾萬人都好 可能也有很多人在我贊助 就是你十幾萬人 就是贊助 對 某些電視台 你無視隨便一個一個 三萬人 那怎麼辦呢 所以其實是一個合作模式 就是對於 Advertiser 來說 我去做同一件事 我本身也有個預算 如果我只在MGTV出現 而 Versus 在MGTV 跟著可能在某些電視台 某些電台 某些雜誌 同步所有東西出現 而都在同一個 content 的時候 其實他的效益一定很大 其實他最終我們是一個 content creation 和 content provider 和一個 progression 不過同步地 我們有自己的一個 platform 而這個 platform 因為 online 技術的發展 因為現在所有的 smartphone 的 penetration 很高 而令到我們可以 reach 到這些人 對 那媒體之間的合作 反而可能是在來 另外一個神的追神 我自己覺得 而不是你自己可以保持 正在做這些事 你 他們成為了另一間公司 你就不會拿到我 所以我們是跟著的 我覺得不應該是 所以這裡其實有一些 我們自己想的思維 不是有嚴重控制 可以分享 還有沒有其他回應 是 其實你現在的3D 看不成功 看不成功 那你現在的3D 看不成功 你現在的3D 看不成功 你現在的3D 看不成功 看不成功 我自己電視的3D 看不成功 去到這個Screen Size 其實現在的3D 和我看這件事 其實那個File Format 看起來沒有一樣 是同一File的 但是如果你說去到有些再 advanced 一點 例如你可能是在北京機場 或者有很多機場 或者是有 話畢竟是不用大鏡 那些大件事的技術是不一樣的 即是他們的File Format 是不同的 所以Production Cost 到 本身那個銀行的Cost 都是不一樣 你有沒有做到3D 寫作 喂!有的File Format 可能會做一些靚靚的事情 有些故事 還有沒有其他 不過我想問一下 見... 假如一個人拍了一段好的片 他覺得自己是好 先當好 但是一開始有無明無盛 又沒有人認識 那怎樣去推導多些人可以點機呢? 因為一碟好的菜 沒有人知道你炒出來也沒有意思 即是怎樣可以做好這個Marketing 或者推廣那邊呢? 其實有什麼建議呢? 先說推廣 就是先說想要的方面 通常現在網絡的短片的趨勢 就是現在流行些什麼就拍些什麼 即是很坦白說 如果有人拍得比徒仔 不過不是劉德華做的 你放上網 我保證一年後都是只有幾百人看的 十幾近視 一定是這樣的 但是如果你說 噢... 不是喔... 我最近... 我最近有個... 有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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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哪裏做事做死了喔 那拍一套飛鴻版的套者 那可能立即有很多人看 這個就是現在流行些什麼 你捉到那個時間 再馬上拍那樣東西 好像早前剛剛才說 那個四十五道角 我認識那個明仔 明仔就找了我一起當 怎樣扮它 好... 當完 剛剛吃正的timing 雖然水味 但是累積一兩個禮拜 三個禮拜 一個月 我看回五十多萬人看 但是如果你一年後 無緣無故又說性女 那個誠字點寫都未知你已經 因為最初寫的誠 現在變成了風誠的誠 但最重要的是 看完之後 人們覺得好像不關事 已經不知為何這麼好笑了 而且現在的笑話和以前不同 現在的笑話要吃回時間 現在是很多政治的笑話 但是八九十年代 正常追女生 你不會少當時的廣讀 也都沒有廣讀被你笑了 但是現在就說 喂 隔了三次然後 難道你又笑回唐東 你都不記得唐東做過些什麼笑話 但可能到時候 新特首又可能做了一些 比較有趣的事 大家又可以幫你笑一下 反而是你要吃回時間 那個時間準的 而且那樣東西是做point 我們所謂的爆 一爆的 其實你就自然 因為已經有Facebook 再加上上得網的人應該都上過高生 那個位置是一個很好的宣傳 不過多數不會宣傳這些好東西 都是比較... 那個point比較...那樣東西 所以就... 再加上有報章訪問 其實不是計算不到的 真的計算不到的 在各大報紙放 但是... 會不會這樣 阿堅你會覺得 其實那個... 始終那個內容質素 是比那個promotion 重要很多的 就是如果那個內容質素真的好的話 是沒有理由爆不了的 是不是... 沒錯 好 最後一條問題 最後一條問題 會不會有最後一條問題 如果沒有就去最後環節 不如今天就討論了很多事情 也有很多火花的 不如最後每一位嘉賓 又可以用兩至三分鐘時間 做最後的總結 這樣吧 是 我可以先看看那邊 有沒有人想搜尋 好 都是... 其實... 都是剛剛講的 就是... 要珍惜現在大家擁有的東西 不要鼓勵太多 所以我盡量做到多少 我們做創意的 我們暫時來說 還可以添碼人空的 盡量添碼人空 就是珍惜每一分每一秒 可以做這個事情 明白 好 今天爆衝 其實... 因為我... 講了很多事情 你好像過了 不過... 盡量都會堅持回網上的特色 因為... 其實我每一天都提醒自己 不要編得太過 太過像現在的主流電視 沒錯 都會害怕這件事 因為如果沒有了 沒有特色 根本我們也不是 沒有人理我們 是的 當然啦 剛才你的問題是 怎麼可以認你 其實這件事 我每一天都在想 因為都搞了那麼久了 伺服器方面 等等的事情 我沒有水行 但你好像賺錢 買了你 你一個人就買了 不是 這樣就經常不到 不是靠房格賺錢 我回答一下 剛才你那個問題 才補充 原來... 剛才... 一個網上的電台 你可以計算 我三分之一的節目 是拿來撞的 送死出來 我三分之一的節目 但是會爆的 是的 譬如... 剛才說過很多時事的事情 今天出 我今天馬上講 你網上搜尋到 已經搜尋到 搜尋到我們的東西 依然會來 但是... 未必是一個好的... 好的... 反應 但是這些會爆的 那麼... 可能有三分之一節目 我就是用來賺錢的 那麼三分之一 我用來留下的 嗯 就是會這樣去做 是的 那麼... 好... 謝謝... Vinson 簡單說 我覺得就... 現在傳統活體不斷 它那個感染力 或者宣傳力呢 都在瓦解中的 那就由新媒體出現 這個是第一個出現 應該都不會回頭的出現 第二呢 就是... 剛才說得很好 又有朋友說話 這個是一個自戀的時代 這個自戀時代 配合了傳統媒體的瓦解 和新媒體的對象 我會覺得呢 又是回頭的 那麼... 那兩者回頭的話呢 我又會看得到 他剛才說 例如... 將來到的太多地方 將來人家都可以自己去 就不只是我 即是不單止我 正近的 那我直接可以 用一個 online的雲計算的系統 現在就是我馬上弄音樂 然後就即是可以 然後就輸出 然後再聽錄音樂 那我直接點給《你》 也就放音樂 我已經出現了一個 叫叫Vincent點電視台 那我已經有位 那我都工作了 那我們現在呢 我們已經有整個 數一數一數一八個電視台 到那一電台 我覺得我是樂見其成,但至於說廣告媒體會否看好這方面 廣告這方面就真的要在另一個,未必是現在在座之中的這班人 下次主持人再請一些廣告人,好嗎? 我也很想聽聽廣告人怎麼看廣告人 考慮一下請 Kelvin 剛剛講到網絡媒體發展,我們一間聖劇,很多年,幾年前 在Youtube看一段影片叫做Meters,即是古老米收視 大家可以上網搜尋一下,他說MediaRevolution 即是網絡媒體發展,挺有趣的,大家可以看看 因為過了幾年後,其實有很多人已經實現了 他當然就預告到2050發生了什麼事,大家可以回去看看 另外就是港外自戀,我也自戀一下,也賣一下廣告 其實我在RGTV已經正式推出了,大家可以去 www.rgtv.com 或是Android 可以多多捧場 其實應該這麼說,我自己進去TV之前,我都會去想 就是說,經常都流水作業,像i-can,日本人都是客人做的 但我又覺得,進去之後,會調回原來,這麼辛苦,人工很低 為什麼有人留在這個時候去做呢? 是不是真的在外面什麼東西都找不到呢? 我又覺得,可以留在這個媒體行業繼續去工作的 其實都是一些有事的一項 當然,反而現在就是因為網絡媒體的發達,就令到我們各種空間做的 這個是從另一個角度的理解 謝謝Kevin,接著,趙博士 我不是製作人,也不是網台負責人 從主持的角度,就是剛才Fiktor問怎樣賺錢 其實剛才鮑聰和我都說了一些方法 就是不可以再迷信,那個節目可以讓你賺錢 而是那個節目為你大力其他的東西 比如說,我覺得最實際就是人際網絡 譬如做飲食節目,我會請了很多嘉賓 做飲食節目前和飲食節目後,我是被胖了十萬 因為這些嘉賓經常會請我去他們的店裡吃東西 其實這些是無形的收入來的 所以做網台主持,就是要不拍時底 因為我現在做了三年了 錄的節目的時數都是,我想是千計的 其實你不可以拍時底 如果你拍時底要計,要賺多少錢呢? 就勸你不要做了 如果不是自戀,都是沒有人聽的 所以其中一個方法就是要透過增加網絡 譬如說今天出這些活動 就認識到Kelvin 應該可以聊一下3D中國的網絡 這些是反而無形的收入 所以我覺得是一字記之約 勤力都勤,就是做網台主持最基本的業務 也都是做人最基本的業務 謝謝趙博士 教授 今天參加這個討論會 對我們提起很多提示 第一,我們了解香港的網絡媒體發展 他給我們提供了很多的提示 因為我們的任務是培養New Professionals New Professionals 要投入到新媒體的運作 Content Production Content Distribution 那麼在這些領域裡面 它會有什麼新的問題呢 通過今天的這個討論 我們就會有一些提示 就會對這個現實的社會的需求 對現實社會的這個網絡發展的狀況 會有很多新的信息 所以對我們教學是很有用的 這是第一 另外呢,我自己是做研究的 我們的同事啊,多數都是做研究的 因為我面臨新媒體 裡面有各種各樣的問題 剛才講的這個Self Regulation Media Ethics 再還有講的這個 這個營利的Model Business Model 這裡面呢,都提出很多問題 以後呢,是我們做研究的這個學者 他可以從這個裡面去學到很多的東西 去給出很多新的答案 那麼這個呢,也是一個很好的途徑 是對我們學者是瞭解這個 社會現狀 媒體發展出來的 當前的這個狀況 對我們很有考慮的事情 謝謝 陳博士 說得開心點 如果說今天的生意 你們說賺不到錢 但我想到另一件事 如果資本市場運動 今天你們這個生意加起來 想像空間很大 我想到成百倍市益 因為我們用未來去講回股價 可能10年20年 接你多少倍增長 那截完今天上市的話呢 我們發了優先營購 是不是 他們這一堆已經發到什麼 就是我們從這個角度去看 我們發了 出現了八十年 什麼都齊了 不是的 因為你傳統市場的估值 你都會猜到什麼 但這些在雲上 在天上這些 他們猜不到的 猜不到呢 你講得好聽 他就會以為是可以的 就是這樣 而且也不怕的話 保證人現在要拘捕 要坐牢 但你們這麼大空間的東西 出錯的機會 應該都很大了 有機會更厲害 即是在資本市場上 這個好東西 值得去賣票 好 多謝三博士 多謝今天各位嘉賓 好 最後有一點紀念 我想給各位嘉賓講者 由詩兒去 有請陳志豪先生 頒發紀念座 給李喜根副教授 有請 請陳志豪先生留步 現在請曾文生博士到台前 有請李喜根副教授到台前 以及曾文生博士陳志豪先生 一間聯同班法以下的獎項 有請何偉豐先生上台 多謝何偉豐先生 現在有請李嘉賓先生 請陳志豪先生 請李喜根副教授到台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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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後有請展善軒創事